哈喽大家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开箱一款万有的新产品啊那这款产品的话啊现在还是还没有上市的那从这个整体的外包装来看的话是比以往的要高大上很多 整体是以这个黑色为底然后呢从正面的这个视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款呢是一个双盘位的一个NAS外观的话呢是没有改变的还是原来的那个设计的元素 还是万有的家族式的外观啊那稍后呢我们拆开来看一下这款新包装呢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啊那就是凸显了这个UNAS的logo 那也就意味着这款新产品呢将会携带UNAS的最新版本的系统据万有的内部人士透露啊今年会在UNAS的这个系统上呢下足这个功夫啊去全新的打磨这个系统 无论是从这个系统的核心功能以及UI上都会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 当然呢我拿到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工程样机啊它的这个系统呢也只是测试版的还没有搭载最新的UI的这个系统 只是呢核心功能的一些优化 稍后呢我也会为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产品 了解过万有机箱的朋友呢对这个外观呢并不陌生 前面版的颜色以及机身呢都是蓝色系 看多了万有的810那来看这个双盘位呢就显得非常的迷你非常的小巧了 万有的机箱呢在行业内做工呢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前面呢只有一个开关键和一个USB3.0 这款产品对比以往的两盘位的机箱来说是少了一个重启的按键啊 左上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版两个USB3.0一个HDMI口和四个2.5G的网口 最后是一个DC12V的供电 供电的方案呢采用DC电源没有采用EU的内置电源 这样的话呢整机的重量呢会减轻很多啊 DC电源采用的是60瓦的 那供给两个盘位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供电的问题 配件包里面还有一个UNAS的logo标贴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粘贴 外观部分看完我们来看一下内部 内部呢非常的简约 也就是一小块主板 这个主板的尺寸呢是标准的NANO ITX 从主板上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双东道的内传 并且呢可以支持自由更换 最大呢支持32G 然后左边呢会有一个M.2的插槽 这个插槽呢是支持NVMe的 这块主板集成的CPU呢就是大家耳熟能香的J4125 并且呢还集成了16G的EMSA的系统硬盘 这里的两个SATA接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的两个盘位 这样算下来实际上也算是一个4盘位了 因为它还有16G的EMSA和一个M.2的NVMe 这个M.2的NVMe你可以当做一个硬盘来使用 当然你也可以当做缓存来使用 看完了这个外观以及内部 接下来我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最新版本测试版的这个系统啊 如果你之前是使用过UNAS这个系统的话 那你现在看来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的 因为目前这个全新的UI还没有适配上去啊 那现在只是完善了一些基础的一些功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UNAS最新的测试版 那这个是登录界面 但这个登录界面不是最终的UI啊 这个肯定后续会改的 进入系统以后呢 现在整体的UI是没有变的 因为这个新系统的新UI还没有完全适配上去啊 那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 其实和原来的UI是差不多的 左上角呢类似群慧一样 有一个APP的一个管理台 右上角呢就是个人的信息 那比如像系统设置啊主题壁字 还有呢就是像资源监控这类型的 左下角呢就类似一个 啊温时的一个开始菜单一样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控制面板啊 那在控制中心当中 呃可以看到里面的功能 基本上是NAS该有的功能都已经涵盖全了 呃先给大家看一下系统的信息啊 可以看到呢这款的CPU的型号呢 是接4125啊然后呢4个2.5G的网卡 那这4个2.5G的网卡呢型号是8125 网卡芯片是来自瑞翼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螃蟹网卡 那为什么没有用英特尔的网卡呢 因为英特尔的2.5G的网卡 目前还在是有很多bug 虽然今年已经修复了很多了 但是问题依旧还是存在 那所以呢就采用了瑞翼的这个解决方案 目前呢UNAS的新版本的系统呢 是5.05版本万油官网上现在的最新版本的系统是4.06 5.0的这个系统目前还没有组正式版的 这个只是一个测试版啊 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新版本的新UI是还没有上的 就这个版本来说 普通的这些功能其实已经是比较完善了 那像锐的啊这些都可以组 包括支持了M.2的SSD的缓存 官方的套件中心也直接提供了像Jellyvine Plex 这些我们常用的影音播放套件啊 像虚拟机啊然后Docker啊这些也都是有的 Docker呢还默认为我们安装了Docker的图形化管理工具搬运工啊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来操作这个Docker了 当然呢UNAS这个系统呢 它也是有类似群慧一样的QC 可以免费我们提供远程访问的服务啊 你只要登录 那它就会给你一个域名 你可以通过这个域名来远程登录到我们的UNAS 至于这个远程的速度呢 和群慧的QC是差不多的 由于这个中越版的系统呢 还没有适配全新的这个UI 所以呢给人的感觉呢 还是现款的这个系统 但是从APP来看的话 完善程度还是比较高了 那该有的这个APP都有了 并且呢已经正常可以使用了 那我这边给大家演示看一下 那像它的这个相册的APP啊 还有这个云端的APP 还有这个文件的APP 那包括这个媒体的APP 那这个媒体的APP 那么打开以后呢 如果你是像我刚才装了Jellyfine 这种影音播放套件的话 那在这里面它就很快可以识别到了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Jellyfine的一个APP了 我们可以点到这个Jellyfine里面 去播放一个视频看一下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电影呢 是可以非常流畅的播放的 并且呢我们拖动这个进度条 也可以非常流畅 这个电影呢 还是一个4K的 那这款产品呢 可能会先上市 然后呢 正式版的系统可能会来得晚一些啊 毕竟这个系统的革新呢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是一个烧钱的过程了 目前的系统呢 从一般人的使用角度来说 已经是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了 如果你想玩EXI 黑群 Unraid 这些系统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万有的这个机器啊 从来都是不锁机的 我们可以自由去更换这些系统啊 我测试过 全灰的最新版本 6.2.3 以及EXI 或者是Unraid 那这些呢 都是可以完美安装 并且呢 可以完美的识别到2.5G的网卡的 所以呢 用它来当软路由来使 也是一样的 抛开万有的这个机箱 那单看它的主板呢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软路由的主板了 JCL25呢 这款CPU呢 也将会是今年最抢手的 低功耗高性能的CPU了 至于这款新产品的售价呢 还是比较惊喜的 因为它还没有上市 所以呢 这个价格我还是不便透露 那有需求的小伙伴 进击可以关注这个万有的动态啊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